衣服 髮型 背景跟第一句話 都是一模一樣耶 就是要讓人家聯想說 她是在模仿子余道歉的影片 這影片的說法好像16歲而已 我不管耶 認為她好笑嗎 有好笑嗎 好像笑不出來吧 子余本身快變一個冷凍水餃了 我跟你講 那你要知道子余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她也願意續約 是 為什麼 證實子余出道8年 快變冷凍水餃頭進行鬆口 還續約原因 怎麼會讓子余受到這樣的一個對待 身為YES的桃子姐也有跟到時事 日前TWICE隊長至少 為了宣傳節目 疑似模仿子余2016年的道歉影片 引來他髮 和做子余媽媽由私交的陶晶瑩 也替子余相當包不平 我不知道 但是她當然是對粉絲道歉 但是我覺得怎麼沒有一個關鍵是 有人出來對子余道歉啊 不覺得子余會很受傷嗎 第一個 TWICE的老闆 在TWICE的對外演出 拍片拍攝各種代言什麼 應該是經過她的同意吧 所以難道是 團隊同意了 然後再來第二關是 公司帶領去拍攝的這些經紀人 難道你也同意了 那第三個是 GEO本人 GEO是隊長 我知道他們感情都很好 沒有沒有要任何什麼的意思 但是GEO在拍攝 有沒有會覺得說 欸 不對 我要做這個嗎 當然還有製作單位 所以四個關卡 全部都同意可以做這件事喔 一不好笑啊 二 如果你覺得是恰當 你就不會立刻撤掉 還是他們會 他們覺得 不當一回事 子余本身快變一個冷凍水餃了 我跟你講 你知道九個成員裡面 子余的IG粉絲數是第幾位嗎 邏輯推算是第一名 第二名 有1322萬 我們是看中國子余大壩上面的粉絲說 他目前沒有擔任任何品牌代言人或大使 在對內是墊底的 2021年以後 就沒有拍過個人的雜誌封面 然後出道到現在 歌曲歌詞的時常拍名是倒數第三 就跟他的人氣是嚴重不配 那你要知道子余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他也願意續約 是為什麼 欸 經紀公司為什麼 喂 我都給 如果他已經人氣這麼高 可是都 活動代言什麼都墊底的狀況下 他還繼續續約 他就是為了 顧全大局 而且 他其實私底下也有跟我講 他說姊姊們對他都很好 請社長對他好一點 拜託拜託